再来看也是令人折舌的天价 空军士兵江国庆冤死一案 国防部国赔江国庆家属 1亿318万5千元 并且也在去年的10月份 向涉案的人员启动求偿机制 而现在传出 包括前国防部长陈兆敏在内 一共6位涉案军官 通通不肯赔 所以国防部就正式的向法院递状 对陈兆敏等人提出民事诉讼 那么同时呢 还向这个陈兆敏求偿 达1474万元的天价 而这也是史上头一遭 国防部告上前部长 当初上江家道歉 是了江陆庆母亲的闭门庚 还以为前国防部长陈兆敏诚意十足 不过光是这样也无法 不凭江陈家的哀哄 最后把约判赔江家 1亿0 318万元冤狱赔偿 但当初造成冤狱的是这些军官 人民帮忙先垫的纳税钱 当然一定要还 陈兆敏先生等六个人 因为他们都不愿意赔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那个求偿陈大会 他们就决定用 平均每一个人将负担的最高 就是1475714元 来分别求偿 去年十月国防部针对七名涉案军方人员 启动求偿机制 但除了前少校保防官邓正环 已经协调缴交的280万之外 包括陈兆敏 还有前军法师主任曹家生 承办江国庆案的军事检察官黄瑞鹏 以及前空军反情报队人员柯仲庆 何耀祖和李执仁 统统不肯赔 总计9142万赔偿金 国防部向六位涉案军官提出民事诉讼 各求偿1474万0714元 史上头一遭前国防部长被国防部要钱 现在重新来做司法的审理以后 现在我们尊重司法 移民国97年的财产申报资料 陈兆敏名下有土地有房子 还有1000多万元的存款 要负担赔偿金额不是问题 但陈兆敏等人似乎忘了曾经说过 要尊重司法依旧坚持清白 要继续跟老单位打榜率战 总继的正好报道